3 2 1 懸在228這天 柯文哲這次挑戰一日雙塵 看剛從以色列回國的他 做暖身操時不斷在咳嗽 一日雙塵可說是一大挑戰 現在這樣子體力還可以嗎 我也不曉得 請請看 要是昨晚才剛回來 時差不曉得沒有時差 先從台北關渡宮騎到新竹 在搭高鐵北返參加228中樞紀念活動 結束後搭高鐵南下再到台南 和車友會合一同騎到高雄 完成一日北高行 預計晚間11點才會到達 但里程打折扣也遭質疑 到底有沒有 本來要不要用今天 可是大家覺得用在228騎 比較有意義 那中間卡一個一定要參加的 中樞紀念會 所以就騎頭圍兩段 柯文哲積極強曝光完 就逐漸消退的聲勢 加上近期頻頻炮轟民進黨 而市政交流 也從原本的基隆改到苗栗 遭質疑由綠轉藍 見風轉舵 你22個縣市15個是藍的 那你要去跟人家交流的時候 你總是會遇到藍的比較多 這也不用解讀太多 要大家不要過度解讀 面對外界持續力拱 韓國瑜參選2020 柯文哲的態度依舊老神在在 他很難在當選兩個月 自己跑出來說我要選 所以他一定是 所以這個常常是這樣 我們叫wait and see 你就看 在看兩三個月看民調的變化 放鬆心情繼續走 時間到了因緣俱足 該怎麼辦你就怎麼辦 所以你現在有確定 確定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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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媒體追問 柯文哲不達快步離開 這趟單車行 柯文哲除了搶進媒體版面 也為人氣試水溫 歡迎收看江青東李佳華 台北報導